新庄丹凤国小透过今年孝亲活动 首创办理一场孝亲育竹里的活动 吸引三百多族的家长报名参加 学校是希望让孩子们了解父母养育的恩情 并且教育下一代要懂得喜福感恩 学生们坐在板凳上拿着手中的毛巾 直接往脸盆上来沾水 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 我在帮爸爸洗脚 我要孝顺他 就是可以让小孩子体验 爸爸妈妈为小孩做的 然后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原来这是丹凤国小在今年孝亲活动当中 首创规划的一场孝亲育竹的活动 希望让孩子亲自为父母洗双脚 实际感受到家长对他们无为不至的照顾 现场气氛好温馨 这次我们在学校的运动会 特别安排这个孝亲育竹里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要透过这个活动 来串起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一些爱的联系 我们学校最特别的 我看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办这种玉脚礼的活动 就是要邀请爸爸妈妈 然后让小朋友来帮你洗脚 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深感依依 这个活动 学到感恩 那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学校办这样的活动 学校这个办学非常的成功 原本规划一百组亲子报名参加 不过也因为家长热烈的响应 当天报名人数则是高达了三百多组左右 然而校方不忘感谢持继志工的协助 更期盼透过活动 让孩子们了解到父母养育的恩情 来教育下一代要懂得媳妇感恩 记者黄又贤新装采访报道